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 到了 豆腐 到到了 東哥跟你講 這是日本風嗎 什麼是日本風 這是百年老店 而且我告訴你喔 這是市府有認證的喔 百年老店喔 好 算是 我們現在就來問老闆 老闆 這裡 老闆娘 你好 你好時髦喔 謝謝你 那要戴墨鏡喔 沒辦法 眼睛開刀啊 老人家要白內蒸 要開刀 剛才講說日本 那個目擊是日本的 是的 我說的 他說的 他說的 錯了 對 目擊它有三千多年的歷史 三千多年 它是從中國傳過去 日本的 日本人比較他們會保持 然後不要講那麼遠啦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是台灣人嘛 是的 也有三百多年歷史 康熙那個時候 施然過來的時候 帶著唐商大兄他們過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傳過來的 目擊到底是為什麼 從怎麼樣 會有人想要說 像這種舒服的鞋不穿 木肌木頭穿起來 不是就很硬嗎 對啊 木頭穿起來 保證難穿 非常難穿 保證難穿 那這怎麼賣呢 賣健康 健康 怎麼說健康 這麼舒服 木肌你這樣再這樣扮 它就咬你的腳 讓你前身不舒服 變成怎樣 你要抬頭挺胸 抬頭的 對 八位八 這我很需要耶 阿妹啊 阿妹啊 來... 我沒有碰過一個 一個姐姐這麼喜歡 被人家叫阿妹啊的 阿妹啊 很久沒當妹了 不會 在我心裡 你永遠都是那個妹 你講的是真話 沒有...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你要... 我們來打工啦 那你也不用... 沒有問題 我不會跟你計較那麼... 那麼一點點幾萬塊的錢 不會... 不要啦 我們剛剛也有說 我們是打工 換你 我們先做 你先看我們做得好不好 再決定啦 好 沒有問題 可是... 這樣 你既然要來做 你一定要先認識木肌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家有幾雙很特殊的木肌 你要... 你要穿著有過關的時候 幫客人做才有那個感覺 真的喔 對啊 怎麼樣 怎麼樣 來... 這是... 都不一樣耶 對 要不要介紹一下 這個也是傳統的嗎 輪胎嗎 這個不是 這個叫做搖擺鞋 這個就是... 搖擺鞋 這怎麼穿啊 等一下我到家 這個叫做姿姿叫鞋 這個穿上去叫 一直叫... 這一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做拉筋鞋 它是站著 這樣怎麼穿啊 這樣穿 這個你看哪一個不舒服的話 叫它去滑站 不准動 我怎麼覺得 我們來的明明是木肌店 我怎麼來到覺得 像是一個行球中心啊 對啊 那這個還是一般那個平凡店 平凡店 很高興的 那個不能走路 然後這個叫做天狗鞋 天狗 對 這個天狗鞋 那個日本木虎時代 他們那個虎時代 決鬥的鞋子 所以這個出去就是要進血的 勝負的 來 等一下 你扶著 小女子來了 小女子 來看 阿千 來 站好 你絕對不會跌的 你相信我 來 不用害怕 然後站好 來 身體往上拉 走路 身體往上拉 走路 你看你有沒有比他們還高 這個耶 杜哥 你現在185耶 這有辦法走嗎 186 你現在186 我跟你講 抬頭頂上 抬頭頂上 我跟你講這個啊 這個啊 這個啊 這個就是 偶像這個鞋是什麼鞋 你知道嗎 什麼鞋 這個叫做不能停的鞋 這要一直動 這不動的鞋 要不動的鞋 你要一直找動嗎 對不對 你示範一下... 我瞄標 踏步踏 走... 好了 來啦 換你們誰挑啦 趕快來 你要不要先下來啊 不用了 這個高度我很喜歡 上邊的空氣 我很難得才能吸到 既然你看 好猜拳啊 聲音誰先 拿手 不 剪刀石頭 不 阿朱 我想先挑一個特別的 這個我沒穿過 這個嗎 對 好 給你 我想知道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阿朱啊 恭喜你 真的假的 果然是人中之龍 男人中的男人 真的假的 對的 來 站上去 來 站上去 站好... 這個好... 是什麼啊 這個站上去有點抽筋的感覺 而且 這個站上去的時候 我們兩個必須要... 我們兩個必須要結合了 來面對這邊 站直 合併 站不直啦 要笑人耶 站不直 我們要呈現一個叫做 我們要呈現一個叫做 退背圖 你給我站直 好 這是地圖 這很難站直 好痛喔 我就腳踝 你好像那個... 這個朋友不要高啦 你這樣看那個 等一下 我看你的身體只要往後 你的小腿的筋額 整個被扯直 好痛喔 老師你先拳 為什麼你先拳啊 你要哪一個 若哥你好好想 不是要那什麼 不是要那什麼 沒有 那個 你那麼喜歡健康的東西 健康步道給你啦 好吧 我這樣說好想要 你為什麼腳踢抖啊 我也不想躲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 抬頭頂這樣抬頭 你現在知道我... 你現在知道我為什麼 我沒問我抬頭啦 我要看啦 等一下 不要看... 這個好像... 好像在半個車輪 上走路耶 你看 我好羨慕你們都可以 動來動去喔 好 這個鞋子穿上 跟盯住一樣耶 你怎麼會想弄呢 等一下還有一個朋友 要穿的是也動不了的 是動不了的 來 你先... 可以嗎 不要接我扶一下 沒有... 抬頭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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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打完美 打工... OK 好 來 我們來做鞋子... 好 做鞋子來 好看喔 我們現在先來跟國寶級的師傅 學一下木機 從頭到尾的製作方法 等一下你們自己坐一專 真的喔 這樣你們會進步的比較快 會進步比較快 對 做木機 第一個 它有點危險性 危險 怎麼說 好 那40年代 50年代 是純手包的階段 對 那時候危險性還不是很高 那現在我們是透過機台 每天在那邊轉來轉去 那個轉速很快的 你只要一個緩繩 杜夫 手就不接了 手就不接了 可能瞬間不見 所以 願意捨得也沒... 願意捨得也不多 也不多 那算是你現在來選最年輕的 對 對 然後因為你們現在 已經到最後的組裝動作 危險性比較不大 但是還是有點大 等一下你們在使用 這種氣動槍的時候 這種氣動槍要小心一點 對 我曾經不小心這樣拿出來 不小心按到開關時間 那個釘子就... 有什麼感覺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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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等於要再用這種氣動槍 真的要小心一點 要小心... 不要亂碰那個觸動槍 好 然後來 對... 我們木槍是硬的 硬的 所以它所有動作是一個相反動作 相反的 就是你明明抬腳 它直接給你拉回去 對耶 對... 可以嗎 那個原理... 對... 哈囉 這叫反作用力 等一下你們在做的時候 你們要有注意一個觀念 就是你要幫客人的做的這一招 你看完它的腳之後 你要拿小魚套的 木材的鞋台給它 重點就是木槍做完 你穿起來要覺得好緊 要好緊 要很緊 接近控的緊 那這樣這個距離才會減少 這個叫好害怕 它要包吐住它 這是美感耶 好 然後第二個 你要看它分槽它的腳背的厚度 對 因為我等一下開始換的時候 你就...我會跟你講 好 第一段先換一半... 一半... 因為等一下還有另外一半要進去 好 用這支真的要小心 好 這邊先刺釘 不是我的風 空氣的低速針 氣壓 我不曉得 所以我剛才說這支武器 真的你們自己要小心 對 刺針下去了 刺針... 假設今天要做你的 你屬於標準的厚度 腳對標準厚度 你如果覺得它是標準的 你這個轉折點過來 剛好在它的下面這一圈 那你如果覺得 像你的比較分厚 你的轉折點是在 洞的上面 洞的上面 對... 因為我們洞是緊湊嘛 所以你要大概一流大概 有一些讓它可以釘就對了 對... 對... 剪太短 就讓它會再掉 然後我們拉掉 好... 那這一段進了對不對 拉到... 拉到這麼直的筋喔 要拉很緊... 要拉很緊 雙刮刮等於白做 那這邊會被吐出來對不對 對... 你就要剪掉到剛好 它可以塞進去的地方 好 那可以噴水嘛 好 那下一天大家應該有這個經驗 每個人鞋子都會濕 你會發現泡棉塑膠濕的時候 濕冰 會 泡棉塑濕的時候 它會涼涼格格 因為它是合成 它沒有毛細口 木材再怎麼濕 都不會黏黏稠稠 因為它整栓布滿 十幾萬的毛細口 好... 好... 那現在我們要來的 這一段也很重要 好 強度你還是剪長一點啦 等一下不要... 你咬底... 你就上去不夠了 能這樣子啦 中間那一個啦 應該是為了... 圈要那麼緊 對啊 應該是為了抹擦吧 如果今天腳背是標準的 大概這樣一招... 如果像你腳背比較豐厚的 就是良知 冷戰 冷戰 可是如果我的手指比你新啊 你看喔 你自己一刀推到去觀察 好... 那像你今天等一下要做完 要給客戶 我跟你 這一段可以試丁就打完 這一段先打一丁 那它試完它會知道說 這個樣太縮... 這樣太緊 你就調前面就好了 這個... 緊緊的嗎 會比你在日本買的還要好穿 是 好... 這個鑿好一樣 然後鑿好 那如果說試完的對不對 然後接都OK了 你確定OK了 那這四排同樣是四釘 一樣都是四釘 這樣力量才夠 這個你就給個兩釘換釘 好... 那線條就會... 三秒鐘把它捏起來了 快三 採集一喝 然後把它... 對 先盯住 把它出來 你用這個把它捏起來 OK... 謝謝 對 你有沒有知道 不好弄耶 這個 不是... 你利用那個... 你利用那個樓袋了吧 不要那個... 利用那個兔... 對... 兔兔兔 再拉回去原來的一半 這裡 對 原來的一半 然後過來差不多一半的地方 你釘子等一下不是打到白色 對 一定要打到這個布 一定要打到布 對 那我先把它剪掉一部分 對... 你把那些白色那些... 好... 稍稍 稍稍 這個... 看它剪很容易自己剪 其實... OK 好 好 我最害怕的地方來了 謝謝 很危險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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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釘進去嗎 應該有吧 好 這邊好了 出來 腳板是比較窄的 比較窄的是繞在下面 這裡 轉折點在這裡 先把它穿過去 緊一點 你看你的胸部 越胸越好 越胸越好 阿婷走得越好 有沒有用過 一句來了 老百姓你家宅 打一隻 扎在下面 打雙扎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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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雙扎應該 打雙扎開 喔OK,找他死 OK 扎過來 扎過來 我們帶在這裡 你用這個把它做拖鞍 拖鞍嗎 拖鞍 很紮實的 把它都塞進去 對 要用塞進去 不然等一下這個蓋子蓋起來會凸凸的 好 是縫是嗎 我以為打到自己 四個 好 想起來了 有點忘記要做什麼 先截長度出來嘛 大概要截多長 大概二十公分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把它穿過去 不是穿過去 是先要做這個動作 對 它是這樣子 對 我想起來了 太套管了 完全忘了這個步驟是怎樣 然後他說這個過來以後 如果比較窄的話留一個指的半 一直半差不多 好 然後來 這個動作要做 然後再鋪定位 再拉一次 用好多很大的力量 使勁之難 夾捏的 那個步驟 然後再站一次 再拉回去 這個動作太重要了 好不好穿就在這裡 好 一直半 OK 好 然後先試試 有釘子過去嗎 有耶 先試一下 好 嗨 你好 你好 你要買木雞嗎 你們對木雞有興趣嗎 把它都塞進去 來 來 來 這個好好穿 這個比較傳統 而且我跟你講 你們現在穿這種一般的鞋子 你現在穿這一般的鞋子 你的身體的姿勢 你身體的美 還沒有辦法完全表現出來 你知道嗎 你穿這個 我跟你講 從你的頭到你的腳 你那個姿勢很漂亮挺胸 男人一定會喜歡 要不要試試看 好 你往前看一下 怎麼樣 怎麼樣 有沒有感覺不一樣 變高了 變高 快要比你高了 而且姿勢都調整好了 對不對 我覺得這還不錯 各位 我們還有推薦的嗎 你嘗嘗看 還有 小心... 各位 你可以做的 你可以做的 這個小心到 我吃一下就要放 對... 好 你先嘗嘗一下 好的 你去工作一下 謝謝你 有任何問題上問我好不好 好的 好 謝謝 謝謝 Justin剛剛去了哪裡啊 剛剛去... 做生意喔 對 去... 介紹 很緊耶 以不動為原則就是緊緊的 不錯... 就這個 好 但是這個工作真的很辛苦 所以才會變成說 31個人 就直接淘汰31個人 舞陽 你能待多久 我是來41次的應徵 41次都是我離職的 真的 我有事子 你能待多久 從第一條線 我應該門不會走進來 門不會... 我只有... 我跟你講我光洗辣椒那裡 我有可能就說 還是... 我有事情 我肚子很久 不好去 我就先走了 然後我就不會再回來 真的 真的耶 我個人也帶一吃辣椒的 那邊我都待不了多久 大概五到十分鐘 剛剛我們在裡面的時間 是我的極限 對 它那個辣氣到後來 是一直越來越上來 就開始很想咳嗽耶 對啊 有過敏的人都知道這種感覺 很糟糕 所以我們每天的工作流程 就是一定都會規定在 就是二到三個小時之內 一定要全部結束 就一頓的辣椒 在這兩三個小時 要全部洗完 因為不洗完的話 他們浸泡的 就是接觸辣椒的時間越長 他們就越痛苦 快加入快加入 請問今晚住誰家 YouTube會員 一起支持我們喔 坐在沙發上 把台灣徹底玩一遍 這樣的夢想 我可以陪你一起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請問今晚住誰家 趕快來訂閱喔